我超喜歡現在的自己 不管是什麼問題 都可以很輕鬆的解決它 每天都過得很舒服 很快樂 我覺得我剛才Defail的時候 就是像個怪獸一樣 別人控制不住我 我也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有些衝突的時候 就直接打爆手 對同學動手動腳 還是對旁邊的東西搞破壞 若你奇妙的覺得很不爽 但是自己也不太確定說 自己哪裡不舒服 也沒辦法正確地跟老師表達 沒辦法表達自己的情緒 就是表達得太超過 可能會覺得說 受害的都是我 受圓區的都是我 沒有人願意幫我 不喜歡以前 大爆頭的自己 感覺好像給身邊的人 帶來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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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麻煩 在機會的時候 我就知道該怎麼控制自己的情緒 適當地表達又不會太超過 或者是在跟同學互動的時候 該注意一些什麼 給你一個目標 有的時候是一個人一組 有的時候是組隊去完成這個目標 完成這個目標就可以拿到金幣 一開始來迪飛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敢跟同學互動 你可以走開嗎 你很煩耶 其他同學那樣回復之後 我又躲回了那個角落 非常害羞 也不敢跟路人隨便搭話 我想逃避 但是沒辦法 我一定要完成這個目 後來老師就慢慢提醒我說 可以去幫那些還沒做完的同學 有什麼方法 讓自己不要想再躲回去那個角落 學習說要怎麼讓 看你講話的人舒服 我後來就發現了 跟不認識的人講話的時候 會特別不自在這一點 所以讓我知道說 可以慢慢的練習說 跟陌生人講話的時候 就是不要怎麼不自在 放輕鬆 我通常就是那個 第一個跳出來 幫他們解決事情的人 如果我知道 我哪裡不擅長的時候 我就不會感覺到壓力 因為我已經知道 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 方法去應對它 解決很多同學的紛爭 輕鬆自在 跟不認識的人講話 我覺得Defair是一個 可以同時給你歡樂 歡笑 然後也可以同時 教你一些學校學習夢到的東西 感覺很像樂園跟學校的結合 這上課對我來說 就像在玩一樣 很開心很快樂的上課一下 就莫名其妙 就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老師就是 對小朋友說比較 親切 還不錯 很喜歡 對我非常喜歡來體肥 上國中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有壓力的部分 就是考試的部分 但是我在這個考試的部分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完全沒有壓力 然後我又能跟同學相處很好 所以在國中目前都過得很快樂 希望自己 未來都可以 像現在一樣過得這麼好 有任由於 我現在超喜歡 現在自己 遇到什麼問題都很輕鬆的 就可以把它解決了